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新赛季原初法证已经上线峡谷 想必许多小伙伴对原初法证还不太了解 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传送证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本期我就给大家解析一下原初法证带来的局势变化 兄弟们瞧好啦 首先正是符上线的原初法证使用规则 于当初我们在体验符爆料也略有出入 一 正是符原初法证只有一个出口 那就是位于暴君所在的河道上 二 曾经我们在体验符给大家爆料 当处于同队时多名玩家可以同时使用传送法证进行传送 现如今正是符当队友正在进行传送时 其他的玩家则不会出现传送按钮 只有等待队友传送完毕 传送按钮才会出现进行传送 好家伙 看来想利用原初法证转线养猪的玩法 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已经被破灭了 三 曾经体验符马超用二技能可以打断敌方英雄传送 现如今正是符马超二技能减速的软控 已经不能打断传送了 只有例如晕血这类硬控效果才能打断传送施法 四 加强了传送到达出口后的提示效果 现如今当有人进行传送时 不但会有音效以及小地图提示 所有的玩家还会获得一秒的传送者视野 原初法证的上限势必会让部分英雄的强度下降 首当其冲就是哪吒牛邦 这两位具有传送机制的英雄 哪吒牛邦对线能力并不算太强 线上轻线发育到四 然后凭借一手打造支援建立优势 现如今传送法证的出现 让对抗路的英雄都有了快速支援的能力 至此 传送不再是哪吒牛邦的独家专属技能 线上又打不过 处境实属有些惨 其次就是马超关羽这类对线一般 激动性高的英雄 同样的 因为原初法证的上限 马超关羽在支援上并不会占据多少优势 如果遇到夏洛特 比喻这类对线能力强的英雄 在前期对线上反而还会被压制丢失线权 在线版本有线权才有使用原初法证的机会 关羽还可以凭借控制技能打断敌方传送 而马超只能眼睁睁的看敌方传送 如果上去强行骚扰 还有被单杀的风险 当然 还有部分英雄因为原初法证的上限 从中受益 力乱 狂铁 曹操 米月这类线霸 原初法证正好弥补了他们支援能力差的问题 例如这一波 我方在下路河道爆发小团战 我使用狂铁在上路气完兵线后 利用原初法证进行支援 敌方圆哥 赵云在出口蹲守 我一个二技能加一技能上去 直接秒掉残血原哥 紧接着开启游的小大招 一顿乱锤 收掉赵云 此时 还有个后裔赶来葫芦娃旧爷爷 我毫不留情配合韩星将奇奇杀 一举扭转局势拿下团战胜利 兄弟呢 知道新赛季上分选谁了吧 这还得靠我铁子哥呀 当然 猪八戒 白起这类打团能力强的英雄 配合原初法证均能获得不错的效果 并且 新装备怒魂十分适配白起 独八戒这类拥有高回复的坦边英雄 那怒魂呢 蓄力时每0.5秒扣除自身5%当前生命值 并对500范围内目标造成5%的最大生命值的真实伤害 结束后 根据蓄力时间的每0.5秒返还10%的最大生命值护盾 并且增加80点攻击力 最多蓄力3秒 那我们直接上测试啊 这是一个满血六神装的加罗 我们秒按怒魂可以瞬间打出636点增伤 可如果我们一直处于蓄力状态 怒魂啊 可以持续对加罗造成增伤 那蓄力结束 满血加罗差点原地去世 只需要再接一个1技能就能轻松击杀 手段残忍 侮辱性极强 搭配黄刀使用效果更加 另外啊 原初法则还十分具有战略意义的一点就是啊 暴君争夺战 那新赛季官方对远古生物进行了调整 无论是暴君的哪个部位发生的进化 都能提高团战的整体作战能力 官方将出口设置在暴君河道处 就是为了鼓励对抗路玩家积极参与到暴君争夺战中 现在小伙伴们是不是明白了原初法则的重要性呢 那新的风暴已经出现 我们怎么能停滞不全 新赛季战斗已经打响 让我们一起群魔乱舞吧 一个ID名为月下六弯的先友留言 向先友汇报 本人赛季初充分战绩 成功从转二冲到国经一 目前有向黄金段冲刺的趋势 鉴于势头太猛 以考虑卸载游戏的可能 遇到珍惜队友若干如挂吉鲁班 王卡纳格 平A刘露娜 疑似师承近两年的大仙 前排行辅助宋野刘老虎 自称是凡野但一去不回等 面对这种情况 借银那些借不了网瘾的同学 可以尝试一下新赛季上分 打了一轮年贵后 你们就发现学习是一件多么简单美好的事情 还有这位老哥 虽然现在我是一位厨师长 但是我没有说官门弟子 传授任何平A刘露娜 如果你下次再遇到这样的队友 让他来688找我 我要传说他厨艺下饭嘛 一定要让队友吃的安心 做我的书信